這個提案是Elly帶來的司法判決資料庫 然後請Zoe準備 Zoe你也不要放個簡報 還是你等一下不打聽用簡報 謝謝 我其實也沒有準備簡報 因為剛剛看到空位一定是來填的 好 那其實這個東西目前就是快 因為是目前司法院它除了有公開判決書以外 其實它對於每一個判決的案件 它其實都有提供一個各個編碼式的資料庫 例如說它是什麼時候判的 它判什麼罪名 哪些法官判的 然後它的這個 它最後被判幾年 然後有哪些教唆等等 它其實都是有公佈這些東西的 但是司法院它公開資料的格式是TXT 就是它的一行一行 例如說它的前面0是這個案件的基本資料 然後1是這個被告的資料等等 所以基本上 做一個研究者要去用這些東西是沒辦法用的 對 那所以說因為我自己本身在 目前在邦經察院做一些司法實證的研究 所以需要做這件事情這樣子 那我就把我自己 需要工作已經做好部分 然後先把它放上來 那如果大家覺得這個東西有興趣 而且是有用的話 可以再把這個東西再 expand 下去這樣子 因為舉例來說 像我現在我只完成了這個地方法院 跟高等法院刑事案件的部分 那其實這個 其實它司法院的每一個不同的法院 它的那個編碼的方式都不一樣 所以都要重新去 能夠去對那個SEQUEL 去打那個SEQUEL格式 才能把它變成一個SEQUEL的資料檔這樣子 所以說如果有興趣的話 或是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來一起協助把這個 司法院的這個公開資料變成一個大家能用的形式這樣子 那因為這個Github不能上傳這個太大的檔案這樣子 所以說如果大家有需要用到這些 Database檔案的話 就是從我的Google端可以下載這樣子 OK 好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是由Zoe帶來的